对于政府即将在5月1号把最低薪金水平调高到1500令吉 国家银行总裁丹斯里诺珊西亚认为 这项政策必须循序渐进 在继续刺激经济成长的同时也不能推高通膨压力 毕竟我国刚刚从疫情经济危机中复苏 国行总裁认为长远来看 最低薪金必须减少就业市场的扭曲现象 所以他认为当务之急 就是制定一个清晰透明的路线图 对于大量公积金局会员存款见底 国行对这些数据感到担忧 强调这一种提领措施 应该在非常逼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 政府应该马上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以确保人民在未来不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